為了保持出口 它為了保持在國際上的一個影響力 那麼它會保持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比較高 人家說可能低有利 其實不是的 因為你如果人民幣和美元 會有兌換率過低的話 會遭到主要出口目的地國的抵制 那麼這種情況 它必須保持一種高企的狀態 同時它為了國內內需 它不斷地印鈔票 不斷地製造這種泡沫 那在這種情況下受擠壓的就是製造業 而製造業僱用大量的農民工 這些人他還沒有什麼 我在當地買房子 當地買車等等這種奢望 所以他的收入與他的輸出是不成這樣比的 那這種情況就形成了一個大的階層 這個階層實際上 就是其實恩戈爾系數來講 它是非常高的 因為它不像一些城市生產階級 它在收入裡面 比例中很大一部分 它可以拿出來買房買車 它主要部分支出 它就是這個生活必需品 食品為主 那麼這種情況下 如果說豬肉漲價對他們衝擊更大 他們受的影響是最大 他們抗擊這種抵抗這種影響的能力是最小的 那所以說經濟不穩 所以在這個大量的 我剛才叫做一個奴隸式經濟 它有大量的奴隸的階層的存在 那麼就是一旦它的恩戈爾系數受到明顯影響 它的豬肉漲價 那會造成他們的生存會產生極大影響 那這種情況會造成這種經濟不穩 轉成政治的不穩